1650米卡賓會杯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大家都平排出閘 前面快點的馬 內蘭位置就是這隻飛騰 中間黑衣服就有超彩 中檔寶城之星 勁飛揚大外擋是這隻勁彩 在中突位置就見到這隻潑達瀟灑 內蘭粉紅衣服就是瀟灑進驅 後面的馬呢 見到有這隻銘記心頭 內蘭尾四就好加火 後面幾隻馬 可愛人生 藍衣服內蘭位置就是強中堅 後面就是一隻奪金 過這個1200米段柱 前面帶頭馬是保城之星 接著外面就是這隻勁彩 內蘭第三飛騰 第四位就是這隻勁飛揚 在後面的第五內蘭位置就是瀟灑進驅 是粉紅衣服 中間黑衣服就是超彩 外面是豁達瀟灑 大約在這位是第七位 再數後面 好加火冥記心頭 後面三隻 有強中堅 紫色衣服是奪金 外面紅眼罩就是這個可愛人生 跑到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前面保城之星帶勁彩 第二第三飛騰次序上沒有動過 第四位還是勁飛揚 內蘭第五就是瀟灑進驅 外面豁達瀟灑 原來只有33元 中間都啪啪聲地上去 中間位置黑色衣服 大約第七就是超彩 後面有冥記心頭 在中擋 內蘭位置好加火 奪金上一點 尾以可我人生 包尾就是強中堅 入正中有直路 前面保城之星 在鬥著勁彩 接內蘭位置有飛騰 在中擋找位上來的馬 有這隻超彩 外面冥記心頭追緊 中間是豁達瀟灑衝 衝來一般 最後百多米 勁彩已經脫泳而出 外面冥記心頭追緊 內蘭是飛騰 外面上來還有奪金 接近終點 第一名就是勁彩贏 第二名就是冥記心頭 第三名的馬 有外擋追上來 就是奪金 中間就是瀟灑進區 內蘭飛騰也是近的 結果十二檔排除萬難 勁彩贏 冥記心頭第二 第三名幾隻馬要拍照 看到這隻勁彩 十二檔搶起來 不是搶起來 前面走 六格仔來的 十二倍 跑第二名 冥記心頭 第三名就是奪金 第四名就是瀟灑進區 六一五十二 等到這麼前來走 你想想上次跑什麼 那條咖啡格 五搭六 差點有 現在都一三 暫時沒有分了 暫時 那又不是說錯的 卡賓每杯 這位馬主多英俊 專門留意這些 黃經緯先生 黃明澤的公子 黃明澤的公司 最年輕的馬主 越多越好 什麼時候都是 當然了 韓國不敢貴也很厲害 去年貴尾已經很厲害了 上季已經站穩陣腳有餘了 斬瓜切菜已經七場頭馬了 復綁完畢派菜正式作實 單天派菜 欣賞一下這場爆冷賽事 外檔十二檔 多積極 外檔也沒有什麼跑法 不如落力騎出來就好過 反而明記心頭就不用一個均速跑法 選擇留住 現在在尾四位置 入面很加火 後面白帽強中堅 後面白帽 大延門的潑達 潑達潑 潑達潑達 沿途在外面 第三碟 第七位 今天這些位置就不好 但旁邊的超賽也不好 可以去哪 有少許多已經搶口 跟前面那隻勁飛揚 都是一樣 這些比較難解決 你變成同級的馬跑 甚至人力高過你 你就不能放鬆 你看看 那些潑達 那些潑達 潑達 一路一路 就是很活躍的 這些過分活躍 永遠都說不太好現象 口又不是好 這裏見到保城之聲阿芳 競賽就咬緊你了 飛騰不走 但你說輕綁 這個位置也不算差得去哪 因為他贏馬 都是用這些招數 不能說 一定是那些年輕人 應該是聽足差騎指示的 銘記心頭 很早已經轉出來 今天在這些位置 撲到上來的馬 不多 這隻真的告訴你 今季的進步 還有在這裏 最後看到的 白帽 好藍衣 欸 國立基那隻 前面是沖沖衛困 為什麼說叫他看好交夥呢 一邊 都是嗨一下的 沒有啦 到的啦 一邊的 分段時間 頭段27秒44 第二段24秒44 第三段24秒59 末段23秒98 總時間